拒絕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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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直到讚喊的聲嘶力竭 還高舉協詢黃國昌看板 上百位青年聚集立法院外 抗議藍白黑箱作業 而網友更拍到這位雙手交叉 從議場內往外看 疑似就是黃國昌本人 所有的版本 所有的會議過程 協商的過程 全部都在立法院的網站上 所以當有人指控 這是黑箱的時候 我真的不了解 黃國昌聲稱 國會改革法案的內容 都有公告在立法院網站 但真的如此嗎 臺北市議員苗伯亞開直播 當場實際操作很打臉 立法院官網根本查不到 連宣讀都沒有宣讀 就是連念都沒有念 所以現在立法院裡面藍銀 藍白在舉手支持的是一個 連他們自己都沒看過的版本 政治評論員黃志賢在臉書寫下 媒體指導院會表決當晚九點多 才拿到草案內容 這大概是臺灣史上最黑箱的立法院 而黃國昌更被揪出表決前一晚的直播上 早就意外露現 今天早上跟國民黨的翁曉玲老師開會 開完會我們彼此確認下午再論一次 到今天晚上剛剛錄完 已經訂稿了 不好意思現在這個條文 是最高機密 黃國昌把藍白喬好的國會改革法案 稱作是最高機密 但對比十年前太陽花雪運 國民黨的立任黨團想要強行通過 這樣子一個不監督的行政院版本的監督條例的話 馬政權在今年夏天 將會付出相當慘烈的代價 當年痛罵服貌黑箱 對比現在盲盒立法 黃國昌十年前後相差甚遠 三日新聞零開軍邱道雲台北報導